我其實心裡一直都覺得 我有一天會回來三立 為三立做點什麼 他們找我談 我就是也是二話不說 好 我連想都沒想 連合約內容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馬上答應就是 一心想揮三立 報恩 造型師李明川近日宣布 加入三立集團 曾經在完全娛樂幕後工作的他 也談起當時的往事 我當初就是從三立 完全娛樂 從幕後轉到幕前的 這件事情讓我一直鳴記在心 因為當時覺得 天啊 這麼大的電視台 怎麼可以讓一個幕後工作人員 就站到台前來 我記得我那時候 完全娛樂的時候 我每天是 因為五點我要到 六點Live 通常都四點四十五左右到吧 一到就先去把各報的娛樂新聞 那個全部打開來看一遍 我自己要先讀一遍 今天的新聞有什麼 然後再看一下稿頭是什麼 然後再用我的方式 跟高一萍聊天 就是把這個稿子 變得更有趣更豐富 其實這段往事 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為什麼我又回來三立 是因為我希望 就像我那天跟公司說 還是拜託你們 讓我也回完全娛樂 讓我去當高年級實習生 因為現在都是年輕人了 我們這個第一代的人 也是可以回來實習一下 回來看看現在年輕人 到底都怎麼做節目 回回二十五年 從哪裡出發 就從哪裡再開始 王瑜絕對歡迎老師 常回來了 李宁川也分享 除了綜藝主持 演戲也不會排斥 其實我都不排斥 就算叫我去台八位OK 只是我的台語 可能需要再努力一下 可是我每次只要 只要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台語可能不太行的同時 我就浮出王瑜絕的臉 想說 他現在講得比你好 對 還是王瑜絕可以 我們憑什麼說我們不行 對不對 憑什麼 王瑜絕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只要有 這樣子的念頭的時候 就浮出王瑜絕的臉 瞪著我說 你憑什麼這樣覺得自己台語不好 這樣 所以老公你平常來去規劃 只要去台語 戲劇綜藝對我來講 這是可以並行的 以前我都綜藝嘛 那進了三立集團 我覺得戲劇一定也會是 其中一條規劃 戲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戲劇系畢業 所以一直以來 在我心裡有個遺憾 就是沒有 沒有真的走戲劇這條路 不管是滑八 台八 甚至是其他的 更多的可能性 甚至是網路 我覺得都是滿有意思的 老實講 要演人家爸爸也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這個爸爸比較帥 這個爸爸比較愛漂亮 但我的年紀 其實已經是可以演爸爸 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自己是想要演反派 因為反派對我來講 可能跟我原來的人設 比較落差比較大 因為平常你知道 大家知道我是人美歌田路線 就偶爾可以現出原型 也是滿不錯的 那就期待接下來 黎明川會有什麼演出機會 會囉 完全熱情的一高一展採訪報導